Hello大家好,这里是瑞杰彩妆客,我是Regina 那你们可能会发现今天我的声音有一点点哑掉了 因为现在澳洲进入了冬天,然后最近都是雨季 所以说我们全家人都感冒了 然后小小姐有点感冒 所以说今天的视频呢,我的声音状况有一点点不太好 所以今天的当中我们所有妆容示范的这个步骤呢 我都会后期配音上去 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声音实在是我自己有点听不下去 好,那我们讲今天的这个内容啊 今天呢我们要做我们Regular的一个主题 就是这个开架式 那么澳洲就是我讲的这个开架式 其实就是Price Line 是澳洲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连锁的美妆店 那我每隔一个差不多一个季度 我都会挑出一些Price Line 我觉得非常好用的值得推荐的单品 然后来做一个完整的妆容示范 那么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我现在脸上的这个妆容啊 我们要做一个这个coverage比较好 但是看起来妆感自然 又带有一些光泽的这种日常水光机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日常水光机 或者你可以把它叫做这种水煮蛋的这种妆容效果 那眼妆部分呢 我们要做一个以这种伯根蒂红为主题的配色 加上一点点的这个金色这样子的眼妆 它非常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 也就是黄种人这样子的一个皮肤 搭配起来都会暖暖的很好看 很自然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妆容步骤示范 在上妆之前我们先用一个带有果酸的清洁棉 擦拭全脸 它有轻微的代谢老化角质的作用 然后我们全脸来擦拭理肤全的乳液 那这个乳液也是我平常在工作当中 还有在后台给模特化妆的时候最喜欢用的一个打底产品 在眼周涂抹一个清爽的眼部凝胶再稍加按摩 这样可以有效的在早晨减少眼部的浮肿 如果你时常觉得你的气色看起来比较暗沉 或者说脸色发黄不够明亮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紫色的妆前试底乳 用在粉底之前给脸部做一个提亮 那大家记得用的位置呢是眼下的三角区 T区的位置还有下巴的中央 就是用在我们需要提亮的位置 它就可以让你的脸色看起来明亮 气色也变得更好 好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画粉底了 那我今天要用的是Boucher的 Healthy Mix Serum Gel Foundation 也是我在工作当中最最常用最喜欢的粉底之一 那我们轻轻地把它很薄的在全脸涂一层 先做一个润色打底 然后我们用一个微湿的海绵去做轻弹和按压 局部皮肤瑕疵比较严重 或者有暗沉和泛红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少量的叠加第二层粉底 然后用海绵按压和涂抹均匀 接下来我们从遮瑕盘里面选择一个 比较带有蜜桃粉的颜色和一个肤色混合起来 那这个颜色呢就最最适合用来做黑眼圈的遮瑕 我们把它涂抹在黑眼圈下面比较偏青紫色的暗沉的地方 然后用海绵按压均匀 沾取遮瑕盘里面带有粉色的遮瑕膏和我们之前剩余的遮瑕膏的颜色混合在一起 然后涂抹在有斑点的位置 再用海绵做轻轻的弹压的动作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斑点就可以很好地得到修饰了 最后一个步骤我们就用少量的透明蜜粉做全脸定妆 那这样一个很自然的水光机就完成了 我们今天选用美宝莲的紫红色系的一个眼影盘 我们先用右上角这个比较哑光的浅坨色 给整个上眼皮去做一个打底平晕染在眼窝的位置 那眼下也要淡淡地画一层眼影 那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眼睛瞬间减少浮肿的感觉 第二步我们沾取一个橘棕色 把它用在你的双眼皮折的位置 然后轻轻地向上和向眼尾晕染 然后我们在这个眼影盘里面沾取红色和紫色 两个颜色混合在一起 把它压在你的眼尾三角区的位置 那这个动作呢可以让你的眼睛立即增加深邃度 然后我们用指腹来沾取眼影盘里面的金铜色和玫瑰金色 把它按压在你的上眼皮中央的位置 那同样一个颜色我们也可以用来做眼头的提亮 现在我们用黑色的眼线胶比来描绘内眼线和睫毛根部 那这个步骤呢可以让你的睫毛看起来更浓更密 也能让眼神看起来更加深邃也有放大的效果 然后我们再用一个黑色的液体眼线笔来描绘外眼线 眼尾轻轻地拉长 让你的眼睛看起来更有女人味也更加有深 我们选择一个和发色接近的颜色的眉笔来描绘眉形 那我今天用的是一个浅亚麻棕色 用同色系的染眉膏把整个毛发重新梳理一遍 它会让你的眉毛看起来更加丰厚浓密 今天的唇色呢我们选了两颗颜色来做一个混搭 我会先用一个带粉色调的裸色 给整个唇部做一个打底也可以遮盖暗沉 用指腹呢轻轻地在边缘晕染 然后我们再用一个橘红色 从唇部的中央开始向外侧淡淡地晕染一层 那这样的效果呢就会混搭出一个非常自然 又很衬托好气色的一个珊瑚色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完整的这个妆容示范 希望你们大家有收获 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周一再见 拜拜 我们下周一再见